近日在這個區域裏面多處的地方 都是面對疫情的反彈 香港是在全港市民的努力之下力保不失 去到這個階段正如有我們的專家說 是有望清零的 除了在5月初有一個4歲的小朋友確診之外 當然這個小朋友的個案 我們只在進行深入的調查和廣泛的檢測 希望找出究竟他是不是一個真正的確診者 受到感染的 除了這個個案之外 香港已經24天 24天是沒有本地源頭不明的個案 即使是及有病理學相連的本地個案 過去一個月平均每日都是少於一宗的 在這個良好的記錄之下 我們更加是需要按住我在4月12日公佈的抗疫新路向 當有任何風險發生的時候 我們採取更嚴格的措施 來防止疫情是會轉壞的 目前來說最嚴厲的措施是適用於外防輸入 我們昨天宣布在5月21日開始 以下7個地方也會列入較高風險的地區 也同樣需要在檢疫酒店接受21天的檢疫 包括新加坡、阿根廷、意大利、日本、肯尼亞、馬來西亞和荷蘭 謝謝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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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大家